大家好,4月12日星期三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李慧玲Live这个频道 我真的不够聪明零零 没有办法去明白 现在的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 究竟在想什么 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接二连三 要向两元车费津贴 长者及部分残疾人士的两元车费津贴 磨刀磨刀磨刀 想要开刀 我真的没办法明白 对呀 今天又有人说话了 最先是行会召集人叶露淑怡 他早前说怕无底深谈 所以说要做个全面检讨 去看看这个问题 但是他说完之后 社会也没什么和应 他也收了声一段时间 今天又有人提了 就是 叶露的另一个行会同僚 就是 陈健波 他接力 而且还提出具体的方案 开刀就怎样开刀 提出了个方案 老实说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呢 我自己的政治判断 当叶露最初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可能的 因为 两元车费津贴 是特区政府成立以来 很罕有的全社会一致叫好的德政 你在现在这个时候 走去跟他开刀 不是吧 尤其是 连领导人都说 我们现在要全力拼经济 为什么这些行会议员 不是去想着 怎样做大个饼 而是不停想向一些弱势者 拿得两元车费津贴的 不是奖者 就是这个合资格的残疾人士 为什么你都这么看不过眼 是要在这儿 想动刀动枪 在这儿 去处理 去移动这项政策 何必呢 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明白的 但是 没办法明白之余 当行会的人 接二连三下 一个一个 才有叶楼淑仪 现在陈建波出来 我又真的有点担心 原先我觉得 没可能 会这么政治灵弹 去自己 将自己的德政 去拆掉 但是 为什么一个 说完有一个 我就难免有点担心 先说 陈建波今天说什么 陈建波今天 跟社区组织协会 一起上了NOW的 时事节目 他们就这个两元车费津贴 就有一个讨论 陈建波提过具体方案 就是要限制使用的次数 根据陈建波的说法 他就这么说 他说 开始知道每个人的用量 平均用量 知道这些数据之后 就有这些大数据之后 我们就定个方法出来 可以宽松一点的 陈建波就说 我自己个人就倾向宽松一点 例如一般人 如果搭车搭五次 你就给这些 拿两元车费津贴的人 一天可以搭六次 搭七次 这就是 陈建波的观点 和他提出的具体方案 不过 与会的社区组织协会 干事 就立即是反对了 因为他就说 限制次数 是很困难的 因为有时候 那些长者 用两元车费津贴 他可能是要搏车的 例如搭小巴去港铁 那很复杂的 你怎么计算呢 还有这位 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就说 任何一旦有这些限制 始终会令到 心理上 使用者会觉得要省住 省住的用 就不太敢用 这个 就是今天在节目上 陈建波和社区组织协会 有的观点 两个人 就持不同的意见 不过 看回这几天的报纸 陈建波今天 就不是第一次说 前两天 有报章 也都引述了 他一些访谈 就提及 他对这个问题的投意法 综合而言 他的观点是怎样呢 和业劉 都是 差不多的 现在说 两元车费津贴 每年开资 已经去到70亿 很快 陈建波担心 很快就去到 100亿 随时 无底深谈 陈建波也 推远一点 不是去到100亿 会不会十年之后 要成千亿 这个数字 是可以 无限无限的推展的 所以他就觉得要做些事 不过他自己的看法就说 你下降了 将受惠年龄 由65岁 推到 60岁 就已经 覆水难收了 所以这里是处理不了 所以要想其他地方 有点题外话 其实 这个将 那个 受惠年龄 由65岁下降到60岁 就是林郑 2020 2021 2020 2021 这样的年间提出和落实 为什么当时 在立法会又不反对 立法会不觉得有反对 但是 都好像觉得是德政来的 大家都觉得齐起庆 如果觉得 说到现在 覆水难收 好像意味 其实是不应该的 但是已经给了 就收不回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当时 不大力反对 是其是非其非 真是不明白 当时大家好似是齐鼓掌的 那说回 陈健波就说 这里既然是 覆水难收 另外有什么要处理呢 陈健波就说 他听到 有些人 竟然用 两元车费津贴 一天是搭十几次 他觉得 不尋常 很离谱 也听到 有些人 出租过 长者八达通的 被人搭 那些明明不符合资格 用两元车费津贴 因为拿了长者八达通 就可以 用两元 搭车搭船 所以他觉得这些问题 都要处理 另外他觉得 民愿意 特别大意见的 就是 长车短搭 何谓长车短搭 主要是针对巴士 因为很多的说法就是 那些长者 拿着 两元车费津败 他搭一程车 一定是两元 所以 有时 他明明是应该 短程的 他就搭了长程车 但长程车是贵一点的 你 付两元 但是差额 其实政府是要跟 巴士公司 去计算 就要将 差额 给巴士公司 明明如果长者应该搭短途 但是他就搭了长途 即是差额就更多 所以政府要 补贴给 巴士公司 就是这些运输家中工具的钱 是多了 那 行纳税人之概 浪费了公帑 不应该的 应该要处理 要解决 这个问题 我想 浪费公帑要处理 没有人会反对 应该 因为是公帑 但是究竟所谓 濫用 不用 问题是什么 其实政府之前 是做过一个 很全面大规模的 有关于两元车船 津贴 的 顾问研究 报告 在 2021年 出街 公布过 2022年1月 应该是2022年1月 政府 公布 2021年 公布过这个 报告 2021年 公布过这个 顾问研究报告 当时在里面提到 所谓的滥用 误用的情况有多严重 以及应该怎么处理 其实他就把这个问题 定义得很详细 所谓的滥用和误用 其实可以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 不合资格的人 去用了 这些 已经涉及欺诈 应该报警 求助 犯法的东西 应该是逮捕 第二类 是受惠人士 不当使用 所谓的 长车 短答 针对 是这样 那究竟 长车短答 这个问题 有多严重 现在个个拿来说 就是说要去 向两元 车费津贴的人 动刀的人 就个个拿来说 但是有多严重呢 根据这份报告 他就看到 他说 运输署 在2019年 是做过一个 实地的 检查 做一个实地的调查 就是去 找回一些 长程巴士 来做一个研究 当时就发现 在他去做研究 那个的调查里面 确实 是有人 是长车短答的 但这个也不只是 拿两元车费津贴的人 是独有的 根据他做的调查 就是有 3.2%的人 是会 长车短答 不过 如果用两元 这个 车费优惠的人 长车短答 就有 13% 那就是 没错 你要承认 拿两元车费津贴的人 他去长车短答 比率 是比一般人高 一般人都有长车短答 但是 两元车费优惠的人 确实的比率较高 但是你再分这些 用两元车费津贴的人 他去 做长车短答的原因 原因是为什么呢 其实有23% 即是有四分一的人 不是特意想长车短答 而是根本没有方便的替代选择 有四分一人是这样的 但是另外 有四分三人 他就因为 那个长车 班次就比较 频密 所以他就容易达到 所以你可以说 这里 都是有一些贪方便 最后 运输署是计算了一条数 他就说 整件事 一年 因为这些 用两元车费津贴的人 长车短答 政府一年 一个月 就用多 200万到250万左右 一年就用多 2100万到2700万 这个数就是因为 政府要 要将差额给巴士公司 比率 对于 总付出的差额 百分比是1.8% 至2.3% 即是两个百分点左右 1.8% 至2.3% 如果这样看 没错 这个长车短答 情况是存在的 一年就用2000多万公帑 但是 问心 如果说 70亿 一年用70亿 2元车费优惠 现在满用的 是2000多万公帑 2000多万公帑 是有问题 但是 是不是属于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呢 值得国家要这样去声讨呢 我觉得问题 要分开 几个层次 首先 有问题是 无论大和小 都要想方法去解决 但是你又不要夸张到 就说是有问题就代表个问题很严重 即是如果你一年 这个整个project 是用 濫用了2000多万 和你现在政府那些 大白杖工程 那些 浪费 那里的浪费 你说差多远 甚至如果那些行会成员 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 真是 繞个圈 按道理应该赚了 不知多少多少多少倍 去 cover 这2000多万 每年的损失 所以我就觉得 有一种 那个比例 似乎那些议员花下去的 心力 精力 比例似乎有些 不成比例 那跟着 就说 没错 我都要承认 一年2000多万 这个公帑 而且 你也可以说 随着 开支增加 可以是 年年都会增加的 所以 是应该要去处理 但是 你应该是用另一些方法处理的 例如 公众教育 其实 现在 那份报告已经出了 两年多 我不记得它是2021 或者2022年 去公布的 这份报告 应该是2021年初 那 公布了之后 这段时间 有没有人 在社会里收到的讯息 是觉得 长者 因为要 为公帑着想 所以 不要 长车短答 其实有没有人 感受到这个讯息 长车短答 是不对的 因为你会浪费了很多 纳数人的钱 其实这个讯息 在社会里 是没有 没有广泛宣传 长者也感受不了 消化不了这个讯息 我很肯定 如果一旦 这个讯息 是可以落实到社区 大家都知道 原来这样 是浪费很多 纳税人的钱 有很多长者 我认为 他都会 自重 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不敢说 百分百所有 再不出现这个问题 但一定会减少很多 但问题 你连这一步 都没有做的时候 你就会说 因为这样 所以我就要 怎样动刀动枪 例如限制次数 什么东东 我觉得根本 不是 可以去 对症下药 举例 要限制次数 坦白说 拿得 你这个 两元车费 津贴 一来是长者 二来是 这个 合资格的 商财人士 如果 这个政策的原意 2012年 煲胎引入的时候 希望鼓励长者 不要躲在家 在外面多走动 对那些长者来说 其实 免得过 不是说 个个都很想出街 所以你说 会不会有些人 是 明明 没有需要的 都不停去搭车 游车河 我又真的不觉得是这样 其实长者都要有一定 他的动力 觉得 我这样搭了程车 怎样怎样去哪里 他才会 他觉得有需要有帮助 才会去 你的政策原意 事实上都希望鼓励他多走动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个长者 他那天可以为自己想到 N个行程 去这儿又去那儿 其实你应该 帮他 鼓掌 让他开心 如果他回答 就算他一天用 十几次 当中 刚才 社区组织协会都说 有些是可能负责搭车的 如果去远一点的郊外 首先家里去 要搭巴士 转地铁 然后再 转程小巴 其实这些 回程 三乘二已经是六 其实 不是 那么难做到的事 同一些 很专具的行为议员 当然永远都有私家居 代捕 所以 他们永远一程车 来回就是两程 所以他理解不到 这些基层人家 怎样去搏多少道车 才去到某一个 比较偏远的 地点 所以这件事 如果他真的一天搭 十几次 他一定是很有需要 那个长者或者 那个 合资界的商人人 他一定是有需要 然后才这样搭 他不会无端的 不如出去 兜个圈 如果是无端的 不如留在家里睡觉 休息一下 因为 有精力限制 所以 说到尾 我始终觉得 今时今日 有很多事 在香港值得做 是不是那些议员 要一再针对 这个 长者 和合资格 商情人士 享用的 两元车费 津贴 我觉得真是 以三思 正如我刚刚一说 特区政府 自 成立以来 由1997 你数得出有多少项政策 是全民股掌都觉得是得正 除了这个 两元车费 津贴 这个绝对是 除了这个 有哪些大家数得出 你输我 就差了 我数不到一个 可以跟这个 匹敌的政策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 去 将这个 政策 去 动刀动枪 那是不是有些 其实 不要说你过分 对不起 这些 弱势社群 甚至是 政治上都不治 是搬石头 摘自己脚 如果有精力 何不就好像领导人的 分界 将精力发展 重点放在发展经济 做大个饼 赚多个饼 可以去 遮掩到这些 两元车费津贴的开支 如果中间这些漏洞 这些的弊饼 这些漏洞 你要处理 我觉得 大前提 都是不应该 令到服务使用者受影响 而是 第一步 做了宣传教育 这步你都没开始 这个就是我针对 两元车费 津贴的观点 今晚就和大家分享 谈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